是回到道路計畫的所謂施工的範圍 可能還不是道路的預定範圍 而是未來施工可能影響到的實際的範圍 然後來做視覺坑的配置的理解 這個在未來施工的時候 可能就可以直接聯想到 它對於未來施工過程當中的直接的一個影響 所以從目前的視覺坑的位置看起來 其實我看到的其實這個觀點性其實很弱 那所以我這麼講就是 如果這個點其實可以回應一些訊息 那這個沿線的地帶 當然這個部分在不同的這個歷史時期 其實已經經過了很大的一個變動 這個都很清楚 那但是事實上這幾段的影響 那我覺得可能在視覺坑 以及我們的視覺計畫裡面 之間的觀點性我覺得必須要回答 這是我第一個意見 第二個意見 那個去年的時候 去年年底有幫關渡宮有出版的一本書 那本書是針對關渡宮附近的文化地景 有寫了一本書 那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在回應那個 這個道路交通的這個變遷 那其中有一個陸路的變遷 有針對這個很複雜的這個交通動線 做了一些一些論述 爬書 那我建議這個計畫單位可以參考一下那本書 那因為外面沒有賣 可能要跟那個關渡宮這個洽詢 那尾號表達的意思是 這個基地因為在歷史文獻上就是跟那個 Galapet的那個原住民族群的那個牧種可能有關 那這個部分在現場的訊息裡面 幾次的變更過程當中也出現了類似的狀態 當然李老師民國88年的那個考古計畫的內容 我不是很清楚 那這個部分的訊息其實在現場的 所有的地景的設施其實都可以看得到 那所以回過頭來 如果跟我們的視覺計畫要產生關聯的話 我基於我自己建築史的專業 我大概有幾個問題想要理解 就是這一側 因為目前那個墳墓的狀態其實 包括派出所旁邊其實很多的墳墓其實都還在 那就跟那個歷史時期的那個 這個原住民的這個牧種之間的關聯性 我自己也很想要理解 那這個部分如果跟那個文獻上產生一些連結的時候 那某些訊息可能在我們這一次的視覺計畫裡面 就應該被提出來 那另外一個就是關渡宮在設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有提到 就是早期部落的這個原住民部落跟漢人之間的關係 但是我對西側的這個部分的這個地景 那個可能的狀態 我自己其實還蠻好奇的 當然我們在這個道路的開闢計畫裡面 可能會不會有這一個地帶會出現 那這個部分會不會出現有其他的遺址可能性 我自己不是很清楚 那基於這一個問號或者是一個問題 那我覺得在回應整個視覺計畫的時候 可能在視覺坑的安排上 我自己認為可能會有一些想要做的 然後回應到我們的視覺的目的 這之間的關聯 所以我大概提這兩點建議 就是給這個視覺單位那個一個參考 剛剛蔡委員的這個建議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就是先了解一下 我們視覺現在跟工程之間的關聯性 其實是這樣子 過去有兩種處理的方式 一就是工程要興建這個道路以前 那麼淹陷可能 因為現在不確定 所以才要視覺 所以一種就是我個人是建議的就是說 施工單位這個 將來你即使工就是在視覺坑裡面 你們將來在工程的過程當中 有發覺到有儀式的這個遺址的話 那就開始要有一些處理的這個方式 這個工程方面 我是想應該要有一些因應這樣的一個做法 就萬一挖掘到有這個 這個原民或者以前史前時期的那個遺址的情形 你應該做一個因應計畫 我覺得防保守應該有這樣的一個規定 我想普通也應該這樣做 至於你現在是另外視覺是另外一個系統 是比較區域性的 有一些是跟工程有關 有一些是跟工程沒有關係 但跟其他有關係 那這個有關係我剛剛這個張坤正 張委員有這樣的建議 我另外也有一個建議 就是我們從史料當中 現在已經可以發覺的史料當中 在河南時期 他這個淡水河邊有上部那個部落 他其實都有這個資料 只是在康熙在清朝初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曾經台北有大的地震 所以才有所謂這個康熙時代的那個地層下陷 大概地形有很大的變動 不過至少從那個史記 過去在河南的時候就有那個部落的散佈圖 這也是一個最前的一個方式 那從這個地方 那你視覺這樣做一個簡單的開速 就是從河南時候 河南時候 他有的這個史料 那個地圖那個上部處是比較粗略的 那康熙 康熙的時候地層已經有 譬如說這個淡水河 這個旁邊有很多地層都下陷 都下陷 現在已經都改變了 改變了很多地方 那麼這個是另外一個時期 那麼從那個地圖先點出來 點出來 那你現在這個世坑 跟這些上部圖有沒有什麼關係 還有跟現在的工程 他們的路線什麼關係 跟現在有的大的建築物 有現在什麼關係 先做這樣一個梳理之後 然後你為什麼選擇這三點 那跟過去的歷史跟什麼 也跟什麼關鍵 那麼再做 這個是我作業的服務 我的一個潛艦 意見 因為我看到很多台北市的這個史料 為了研究台北市 這個河南時候的那個史料 好像我也看過 我想這個這樣 那另外就是說 剛剛也講 就是說我將來挖掘以後 如果對現況有些什麼 我將來怎麼處理 有些因應措施 我去怎麼處理 我挖掘有跟沒有 都是怎麼處理 也可以將來可能會集中展示 在這裡 現在關鍵有一個地方 好像也是圓民的一個 一個展示的一個場域 有一個地方在關鍵 我去看過 可是它展示的不是本土 展示的是菲律賓的圓民 我是覺得很奇怪 是吧 我是覺得很奇怪 怎麼展到菲律賓的 菲律賓的圓民的 他那些生活契機等等 那台灣有很多很豐富 像那個 在前幾年 我到那個 那個 那個關鍵的附近 那個山上看 還有很多圓民的那個 那個房子 好像我們都沒有 去好好去整理去珍惜 那現在那個房子 都已經差不多 拆除殆盡了 過去那個什麼 那個一個 那個溪流 那個什麼 下的很多都是 原住民的這個歷史的史料 非常多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是一個工程單位 為了他工程的目的 那麼來做 但是我今天最高興的 就是我們有年輕的人類的這個史學 開始要投入這個工作 這個倒是非常高興 過去我們都是靠中央研究院的 這個大佬在做 很心難興建 我們有年輕的 而且是你博士參與 將來必然對台北市 有很大的幫助 我們更 非常高興 非常高興 那這是我幾點的建議 我們現在是不是 是做這樣一個建議 就是把它梳立一下 那個主席 對不起 我想請問一下 你們這個視覺的法規依據是什麼 這是用母法的47條 准用48條 為什麼會有視覺這個東西 這是還沒有確定他是遺址 你現在要研究 對不對 還是什麼 不是 請告訴我們法規一句好不好 那在計畫裡面 其實要寫出這些很重要的 不好意思 新建工程處 新北市這邊跟副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這案子 事實上比較曲折一點 因為我們應該是環評的關係 被環保署要求 必須釐清我們路線局勢的部分 經過所謂的關渡安部 那是否在我們工程規要路線上面 有任何的考古遺址 我們是依照 半途界定環保署環評法的要求 去做這個視覺這個動作 那另外有關於說 那個 委員說過 我們非得選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多選這兩點 其實跟委員報告 目前我們的案子 目前還屬於規劃當中 並還沒有定案 換句話說 環評最後審查結果 會關係到我們這案子 是不是要推動 以及環評審查過程中 如果真的我們挖出來 這邊有遺址的話 我們會調整路線 怎麼調 我們直接沿著台會線 直接做高架過去 也是一個方法 但是我們現在選的是 河邊做高架的部分 為什麼 因為河邊的高灘地的部分 這是我們新北市的地 我們新北市的轄區 在這個做高架的話 對於目前交通的衝擊量 是最小的 我們目前工程單位 以目前徵收民地 還有工程衝擊最小的方案 選擇這個路線 從這邊高架過去之後 這邊幾乎是做個民隧道過來 所以因此我們挑選 民隧道的部分 來做視覺 那為什麼選這兩點 原因是 萬一我們挖出來 覺得有東西的話 我們可以把路線 往北偏 或往南偏 那因為這邊是 這個紅線的部分 是捷運 目前捷運的隧道 所以我們相信 捷運當初在開挖過程中 做這個台二線的部分的話 其實已經做了 很大部分的 深開挖的擾動 所以因此我們就 避開這個交通房門的 位置 那基本上 我們有跟台北市的 新公處這邊 有 大家有先討論過 他們也不希望說 我們就 這台二線 目前這個地方 就算我們去申請 挖這個路好了 他們也不會統一的 因為他們不可能 讓我們挖個兩米兩米的坑 那邊擺了至少六個月 這是不可能 無法辦到的事情 那就工程上的折衷 以目前為何來的可行性 還有環瓶要求的方面 所以我們預計選這三個點 那這個進可中課的時候 如果說萬一這個地方 我們會把我們的路線 稍微往這邊偏 用這個空碟的光源 落蹲 然後跨過捷運的隧道 然後接回大陸路 這是我們的環瓶過程中 一定會做相關的調整 以上報告 環瓶法也是為了文治法的規定 所以你的視覺是什麼 根本就是很出奇 根本就不知道有遺址 還是怎樣 因為這第三章四十三條開始 我就搞不清楚哪一條 我不曉得你們是什麼 因為 不是啊 它是環境影響評估法 另外跟委員報告一下 最主要這個地方 已經做過很多次的一個 遺址發掘的一個調查成果 那因此在依母法文治法五十九條 它是可以算是疑似考古遺址 或者是列測遺址這個範疇 然後再轉用到五十一條的這個程序 就是要報文治審議委員會來 針對於它現在要做的一個視覺 視覺的一個申請 所以才會有五十九跟五十一條 這兩條 這兩條母法的一個規定 然後他們今天以這樣的程序來報大會 你這樣說呢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就是 准用五十一條 就用發覺這兩個字 不要用視覺 因為我一直是不清楚就是說 為什麼我用視覺啊 你就是發覺嘛 因為要發覺說 要經過我們這個審議會來審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副局長 對不對 我就是負責這個的啊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哪要用什麼樣的文字 你就要依照法規所定的 因為視覺跟發覺我就不清楚 我以為說它是前面的 根本什麼都不是 我現在只是有人來報告說 欸這裡好像有什麼囉 那我們就趕快要一四十三條 要趕快要法定程序來審查 那現在就是知道了是儀式考古遺址 還有列冊的考古遺址 那我們一五十九條 是要准用五十一到五十四以及五十六 那我們就用發覺就好了 計畫的名稱你就把它改寫 那你要把那個法句要寫出來 法規依據是什麼 要不然我也不曉得我來審幹嘛 那這個要審議會來審這樣 好 謝謝 謝謝 我補充說明一下 就是在文字法的一個法條上面 其實是有視覺這兩個字的 那基本上就是在我們提一般的慣例 就是在考古發覺或是視覺的 這兩個名詞的使用上面的話 發覺我們比較會傾向的是全面搶救性的一個發覺 那視覺比較會是就是在先前的一個評估的一個 探坑的一個狀況 所以通常都是兩公尺間方的一個探狀式 在醫治發覺資格條例的一個審查第二條 在第108頁 那我這邊再補充說明一下 其實我們的發覺的一個 視覺的一個位置並不在儀式遺址上面 因為藍色的過往的區域是 目前知道關渡遺址的一個位置 那視覺的位置其實是在環評法裡面的 儀式遺址周遭500公尺的一個可能影響範圍 我們進行視覺 所以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探坑的一個規劃 那基本上我回答就是剛剛幾位委員的意見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這個視覺工作 基本上主要還是以工程的一個影響 作為布坑的一個依據 所以這個探坑是因為之前在審查的時候 要求我們要做關渡安部的地方的一個 區域的一個視覺 可是因為這個地方沒有辦法進行視覺 所以選擇了一個可能 有可能可以回答以前關渡遺事遺事所在的 這個環波地 是不是跟對面前東角這個環波地 這個問題是連續性環波地的這個狀況 那這個同時其實也回答那個 趙委員的一個很好的意見 就是我們其實未來也希望能夠 針對這附近的一個地形變化 也才可以知道這整個遺址的一個形成過程 這一個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就是這個探坑其實是在整個工程的一個 路線上面 那剛剛張委員提到那個派出所旁邊 因為其實這個位置還有 因為我其實之前住在那邊 就是下撈別的那個區塊 所以其實這個地點其實沒有錯 其實早期有可能是有 早期原住民活動的地點之一 那這個可是在我們做探坑的一個布坑的時候 因為派出所旁邊的那附近雖然有墓葬 可是它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目前初步計畫道路可能預計經過的區塊 其實是在道路上面 所以我們就沒有選擇這個地點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在很鄰近計畫道路的邊坡的地帶 其實是已經經過養工處就是整理過的那個草皮 就是那個景觀草皮 所以我們也認為去發掘那個地方 其實意義比較不大 所以後來才選擇在這個坡角 因為這是一個三角形切穿的一個坡角 我們認為如果說關渡移植可能延續到下方來的話 那也許在坡角的地方也許有可能再參與 那另外就是說再回答 其實我們在做探坑的一個布坑的一個考量 當然主要是以工程的一個影響作為第一個考量 然後當然其實第二個 其實也是希望能夠針對關渡移植能夠有進一步的了解 因為其實剛剛李委員也提到 雖然說早期在民國88年的時候經過視覺 可是並沒有發現原堆積的文化層其實是二次堆積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目前對於關渡移植 關渡移植其實是一無所知 就是它原堆積文化層的狀況 還有它文化層目前保存狀況跟分佈的狀況 其實我們都沒有辦法了解 所以這也就是我們為什麼布坑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其實也是距離現在建築的距離稍微遠一點 然後也是我們能夠取得土地同意書的一個地方 比較接近的地方 那也是比較臨近關渡移植的一個地點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補充 之前在神學院裡面視覺知道是二次堆積 那這個地方是不是還有留下原堆積的一個文化層的狀況 也希望能夠對於這個遺址的一個研究的一個資料 能夠有一些原堆可能一些第一手的一個資料 那這是我們為什麼這麼故坑的一個理由 那我也在回答李偉遠的意見 其實就是說其實我們的探坑視覺 我相信並不會對這個遺址造成破壞 反而是我們如果沒有對這個遺址做視覺的時候 可能會對這個遺址影響很大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關渡移植上面 其實已經有兩個一個神學院 一個是護磚 那我剛剛的照片其實也可以看到 其實上面建築物其實已經非常的大 那它既然是一個遺式遺址的狀況 而且其實我們就現地調查 其實它一直雖然沒有新的建築 可是早期的建築其實有可能已經破壞 大面積破壞了這個遺址 那當然其實進到關渡移植這個左右兩側 其實都可以看到一些遺物的一個出土 可是我們初步觀察其實也是很可能也是二次堆積 就是之前在建造那一刻道路的時候 其實也經久翻腳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透過這一次的視覺 能夠進一步知道說第一個 關渡移植的一個範圍 甚至有可能到下面的環坡地 如果有的話其實我們對於 這可能是我們目前能夠補充這個遺址的一個 圓堆積的文化層的資料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也希望能夠釐清說 關渡移植所在的這個環坡地 是不是之前在台二線在開挖的時候 就已經切穿了 就是說這個環坡地其實是整個聯繫到 斜東角的這個大的一個環坡地 那如果對面的也有出現圓堆積文化層的話 那這就有可能 為什麼在這個附近有出現斜東角移植 那可能是可以去知道說 早期的一個圓堆積 原始的地形的一個狀況 那至於說未來如果發現有移植的話 如何的因應 那剛剛那個也已經作為說明 那我做最少的一個說明 就是說即使我們道路路線不改變的話 其實也只是搶救遺址可能會被工程破壞的這個區域 那至於說它保存多少 其實我也要說這個邊角其實在台二線在開挖的時候 其實也已經切穿了一個很大的部分 它其實並不是已經不是原來的一個緩坡的一個狀況 所以它其實即使有流向文化層 我的判斷其實也並不多 因為它是切得非常的邊坡的一個狀況 那這是以上的作品 等一下再補充其他的道路路線 為什麼沒有選擇其他的地點 第一個是我們考量到那個緩坡的地形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土地的一個取得的一個關係 那當然其實我們未來在這個遺址的進行研究的過程裡面 其實會繼續進行地表調查 那因為為什麼這個部分沒有在我之前強調 是因為我們現在做的工作 其實是在環評工作之後的下一個階段 那理論上我們會認為是在前一個階段 就已經做完了這個工作 就是調查工作去瞭解說 其他區域是不是有可能有出現遺址或遺物的狀況 理論上是在前一個階段 環境影響評估的時候做的工作 那我們目前做的工作是針對官布遺址的遺事 這個遺事遺址可能破極範圍的一個確認工作 所以才不會把其他相關原住民的這個部分 納入考量是這樣子 那我補充說明 謝謝 好 非常謝謝 我們再來請問一下 副作 剛剛黃國演員講說 這個用詞 詞會放棄 我們過去文化其實用過了 像那個大樓國小 在興建這個 本來要蓋一個明文大樓 他不敢確定地下 也有那個文化 他也曾經 那個黃藝昌 那個劉藝昌 曾經釋解過 另外我們現在的北藤門 也用這個釋去 有過這樣的 不過黃委員 因為他是法規專家 他用這個 說法令上是挖掘 我們也用釋解 應該是可不可以用這樣用 跟主席有老師報告 他這個大概94年頒布 是遺址發掘資格條件審查辦法 裡面的第二條裡面 其實在細項裡面有談到視覺 我念一下 本辦法適用於 中華民國領土及領海之遺址發掘 前項遺址發掘 包含遺址發掘之調查 視覺及探勘 其實大概是 剛後來承辦單位也有提到的 那他裡面大概視覺 其實在大規模發掘以前做的一件事情 對 那有沒有必要做大規模發掘可以 因為這個法規從頭到尾 法規是叫發掘 對 他叫發掘計畫書 也不叫評估 他就發掘計畫書 那你發掘計畫書裡面 可以包括調查 包括視覺 包括探勘 都可以 其實這案子 1911年就已經有發現了 所以這個已經不是說 現在才要歐看看 就那麼多東西照出來 我是覺得說 用法規名詞 因為他這一本 他自己的計畫 也是寫51條 沒關係 就是把法規寫清楚 把名稱 用法規的名稱來寫這樣 謝謝 所以現在視覺也用這種 發掘在這個法規 對 對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了解 視覺是有可以用 在這個 也是用發掘在這個 曹文 知道好 我們最後再問問那個 兩位專家 照文跟依偉 你們剛才有一點保留的態度 但是這個贊同他們 贊同他們這個是視覺 我不在乎所謂的視覺放覺 希望這個案子完成之後 能夠解決世襲工程的這個問題就好 謝謝 謝謝 因為好像環保單位 這個是一個必要條件 能不能做是什麼東西 跟他就要有交代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這個不是研究報告 這個也不是研究計畫 這個是要為工程單位 可以解決他們的環評計畫 對 我想這個是一個 不要搞錯 好不好 那其他我沒有意見 如果純粹從考古來說 那是換個成果 是還是有的 好 謝謝 各位委員 那我想理清一下 這個是發掘申請的審查 就是按照發掘資格審查辦法處理 我們就是討論 在這個審查辦法的資格符不符合 那至於探坑 其實那是屬於 屬於環保那一邊 環評那一邊 那他們環評那一邊 會再考慮到說 你這個點 能不能夠支撐你的 後來的argument 那恐怕是在環保那一邊 環評那一邊 他們會去處理 那當然他們會 會是否文化局 文字這一邊 但我想那個恐怕是 後續而不是 現在這個階段的事情 謝謝 那就是說 環評那邊還有一關就是 是吧 很關鍵的一關 我們還要經過二階環評審查 那我們這個把它當成審查案是 不會太 因為這個案子依照那個法令它就是說要送 就是有關它的這個整個的計畫 包括申請人的資格 就是要送大會來審議 那它才可以後續去follow說 去做這些事情 這個是在51條是有這樣明文規定的 那只是他們簡報都把主管機關寫成 新北市文化局 那這個他們再改正一下 是台北市文化局 好 好 這個 這個現在關卡還很多 基本上它這個是也是一個有正面的意義 反正說你這個發掘到了 將來是怎麼樣處理 這個才是後續比較重要 那這個工作永久是做不完 過去我們常常是說我們不做 等到這個工程施工發掘了 才要去做 這也是一種做法 那現在事先呢 有一個視覺合相 也應該有它的這個正面的意義 好 我們本案有沒有 再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法委員 法委員可以同意嗎 同意 我不是說在這邊賣弄法規 我的意思是說 從文化部開始 現在就是 我們所有做的事情 那依法行政 所以所有的名詞 用詞 依據 我們就是有法規依據 我們就引用法規 這樣子我們也安心 那人家才會問你說 從你的用詞 用詞還有你引用的法條 就知道說 你這個視覺發掘或什麼 你已經到什麼地步了 因為他 他大概有程序的 從43條開始移植的部分 謝謝 好 現在接受我們 好 那個 當然剛剛主持人 其實計畫主持人 其實有提到 那個自覺坑的部分 但是 因為舊的地形 這邊其實是一個坡 就是慢慢下來 所以剛剛講的理由是說 不挖的理由 是因為土地的那個問題 所以沒辦法處理 那我剛剛另外一個問題是 我們台北市跟新北市的界 是不是這個界 這邊土地上面就是新北市 這邊是要小一點點嗎 這就是雙北市的界線 好 好 那我確定就是 如果 我自己判斷 因為 從折子的角度來看 這邊其實是有機會 因為那個整個緩波下來 那這個整個沿三角的這個聚落 是有可能出現那個早期的人類居住的狀態 所以我會建議就是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這兩個點其實基本上有那個計畫的那個目的 但是我覺得從計畫的優先次序來看 西側的這個部分的視覺坑 反而比南北兩側的視覺坑來得更優先 這是我個人的意見 提供給那個計畫單位參考 現在應該都是新北市的啦 新北市 好啦 那我是想我們這個案子應該是可以讓他們做 不過就是剛剛幾位委員的意見 希望請這個少博士參考 把它列入這個紀錄 也參考一下過去的文獻 有了 那更增加你們這個視覺坑的一個意義 那麼這樣給一個 好 我們這個案子 好 謝謝 最後一案 審議案三 中正區台灣 台北地方法院院區內的 探坑視覺建造物基礎的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那法令預計請委員參看 那辦理的情形是 這塊基地是台灣地方法院底下簡稱台北地院 想要在院區內的北側基地規劃興建民視辦公大樓 那工程的前期於範圍內視覺四個探坑 並於現場發現儀式具文化資產價值的建造物 所以就減送相關的挖掘成果通知本區辦理 那台北地院是座落在中正區城中段三小段十七地號的土地上 那該筆的土地上有87年9月1號公告指定的 市定古蹟復聯總會 那台北地院在97年委託了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 辦理了這個古蹟的調查研究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那計畫書裡面其實也有揭示 本基地原有西學堂翻學堂及登營書院的設置 那為了立文資保存然後本局稅本職權依文資法相關規定 在今年的9月23號由副局長然後委員李前郎、張坤正 結錄憲二老師還有蔡元良組成專案小組 辦理這個案子的專案小組會刊 那會刊的結論請委員參看 本案文資價值審查專案小組會看意見 依文資法相關規定 續送本委會審議參考 那第二點就是本案視覺探坑 躺因公共安全疑慮需回復原狀 請台北地院以挖掘出的原土覆蓋回田為原則 那專案小組委員的意見 請委員參看書面 那重要的意見再要如下 留民船為台近代史重要的人物 其新政遺跡少、遺構少 特別是翻學堂、西學堂為更罕見的歷史遺物 那本次的視覺出現翻學堂本屋台積的基礎 目前只出現了一角 依齊里案十條揮尼特徵、排列法、方位坐向等 因為留民船時期的翻學堂沒有錯 那西學堂跟登嶺書院可能已經毀了 那建議在主堂的附近再多挖一點 更能佐證翻學堂主體建築的尺度跟基礎的做法 那遺構所在的街區、地下潛力、文化資產應該都有 建議後續開發計畫應謹慎對待所有地下可能的遺構 那目前挖掘的坑有必要在清理 且必須以正式考古的挖掘方式在調查 本屋委移構環境敏感區可預期未來表土下方的各建築移構均還存在 建議朝整體移構重現的方向進行 那其他補充就是要請委員參看 就是依據文字法相關規定 然後檢附了一個文化資產評估報告 那本案專案小組委員皆認為這個建造物的基礎 具有文化資產價值 然後只是部分委員認為是具古蹟的一個價值 然後也有委員認為是歷史建築 還有其他委員認為是可以貴納為考古移植或實機之類的類項 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是台北地院的城中段三小段的地號 那這次視覺的坑是在後方的位置 這張圖可能比較清楚 實體的部分是建築物 目前有的建築物 那婦聯總會的部分就是獅頂古蹟在前面這邊 那這邊是入口處 所以在後方這邊地院做了四個探坑 依須是1234 這邊都在空地上做了四個探坑 那第一個探坑就是他們做的一個車位圖 第一個探坑在這個位置上 就是在那個幼稚園的旁邊 那請委員參看 第二個探坑就是剛委員有講的 那個翻學堂的那個本堂的基礎 比較明顯的是這個二號探坑的部分 那三號探坑就是在二號的旁邊一點點 也發覺到一小段的一個基礎 那一號探坑的現看照片 這邊就是請委員參看 就是這邊可以看得到這邊 在側邊一點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 這是二號探坑的部分 二號探坑就是發覺出來的 比較精彩的部分 那這邊就請委員參看 那這邊就請委員參看 他二號探坑挖掘出來的狀況 就是有一些氣力暗時的疊氣 還有軟時的疊氣 這是三號探坑的部分 然後也可以發現其實有一點點的 強的基礎 那四號探坑就是比較角落的部分 然後因為後期埋設了瓦斯管 跟多次診鑑 所以沒有見到原始的 比較沒有見到原始的一個遺構 這邊減復了一個婦聯總會的公告資料 那可以看到婦聯總會 他的公告資料座落的地號 就是長沙 從城中段三小段的十七地號 然後指定的理由 其實裡面有提到的那個登營書院 那指定理由是沒有提到那個 西學堂跟帆學堂的部分 那這個是我們當初的公告資料 就是這個是我們的婦聯總會 然後後面探坑在這個部分 那業務科這邊出擬了一個建議 就是我們之前有清代機器局的遺構 那是後來是公告指定為古蹟 那另外全面開挖的是清代機器局 第一號工廠的遺構 那個是後來登入為歷史建築 這個部分現在還是 還是在原來的位置 還是在底下 那第一號工廠遺構的部分 後來全面的發掘 然後現在放在那個北門捷運站的站底下 那你辦的部分 業務科這邊出擬了一下 修正一下那個報告書的內容 本來您請同意變更 施令古蹟複聯總會 公告名稱、種類、古蹟主體 及指定理由 那名稱是複聯總會及翻學堂遺構 那種類是其他跟書院 那位置長沙界一段二七號 考古及其定著土地地號幾面積 古蹟主體為複聯總會 及中正區城中段三小段十七地號 土地之地下翻學堂遺構 如後續其他鄰近地號開發過程中 有發現翻學堂遺構 則另行確定住入土地之地號 那指定的理由 上面這個部分是當初公告複聯總會的指定理由 那只是說這邊後面稍微修正一下 四周綠地環繞、格局方整 然後近年修改為後期 後期歲月屢有修善 當然主體結構能保存原有風貌 這個是之前公告的理由 那現在新增的翻學堂的公告理由是 翻學堂為台灣近代重要人物 留民傳自台時期推動新政的建物 亦是少數清代現存與原住民直接相關的政物 為台灣重要原住民歷史見證 本建造物在台灣近代史上 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及價值 那第四點是翻學堂為台北城內 僅存少數清代建築一構 且目前發現的本屋台基礎 亦為罕見的歷史意構 具於稀少性的價值 那符合的那個評定標準就請委員參看 那其他事項是翻學堂一構 目前僅於城中段三小段 十七地號基地內發現 那為未來臨近的地號 涉及地下開挖工程 開發單位應先進行視覺 以確認是否留存翻學堂一構 還有兵醫文資法相關程序辦理 那本案提請本文有會審議 兵醫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那我們那個地院今天有代表出席 好 謝謝 這個案子曾經那個 昆正雄曾經研究過 你來做一點詳細報告 老師那個 其實不敢 因為那個 做的時間其實有點長 那當時候 主要是依據那個 日本亞西亞資料庫所留下來的資料 那非常的明確 因為當時候拆除的時候 所有的測位資料都在 所以這個套位圖 當時候在報告書裡面的結論 就有提到就是全區地下的遺構應該都還在 所以當時候的建議就是未來 在處理那個地下的那個開挖的時候 應該謹慎 那這個部分其實在婦聯總會 前幾年的整修上 其實他們也很小心在處理這個部分 所以才有這一次視覺的這個部分 那我大概針對這個部分 我做這樣的說明 那我另外一個小意見就是 我們前次的那個會刊紀錄的審查 在第十九頁的那個資料裡面 結論的部分 我建議做簡單的一個修正 就是請台北地方法院 以挖掘出資源土覆蓋回田為原則 這個部分不符那個考古的做法 可能在做法上寫就是 那個 依那個考古那個回田方式處理 就這樣子處理 因為他們的那個專業在處理上 其實第一個先會先覆蓋 在儀構上面覆蓋一個那個不透水層 那接著會回田沙 就是會回田沙 然後再來附土 所以我們這樣子寫可能不太專業 這個部分可能我建議做一個修正 以上兩個意見提供參考 好 這個案子 其他委員你有沒有參與主 請問請你 我也會講 那個 剛才的那個官部的那個安部的考古一直一樣 那個 剛才的那個討論的好像時間是代而已 其他時間後來的那個原住民的話 還有清代的可能有 那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案例 那目前就是歷史時代的那個移動建築 就是古蹟 或者這裡就是古蹟 那上面的是古蹟 那下面的更老 那清早時代的那個移植不是古蹟很奇怪 所以我建議下面上面一起一起指定的古蹟 這個案子早在上上一任市長 那個時候那個法務部長 他就曾經打一個電話 比如說希望這個蓋這個地方法院 那個時候我站在 對不起 文書會的立場 我就跟那個 那個法務部長建議說 最好不要在城區內 要減量不要再蓋地方法院 我說台北市地方那麼多 為什麼一定要老在總統府後面 去蓋一個地方法院 我說太沒有文化 那是陳仲武當部長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那個時候很不太高興 說這個老朋友我幫忙 我說台北市地方 這個地方會去的學校那麼多 閒置的空間那麼多 那個地方法院 為什麼一定要在總統府後面 這個地方非常有豐富的文化城的地方蓋地方法院 真的是很糟糕 所以我們台北市 這個很糟糕的糟糕 真的是這樣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有三層的這個文化城 耕營蘇宴 日本總督的時候在這裡開那個 台灣私人的大會就在這裡 因為那邊還有一個牌子 光護以後還有過去的那個所謂的翻學堂 還有後來的蔣夫人的這個互聯會 現在當然是用互聯會把它登記為這個古蹟 其實我是覺得這個很重要的一個空間 保證出來 我們清代的時候長沙街是什麼名字呢 叫蘇院街 這個我們國民政府真的是沒有文化 為什麼把這個地方搞成又搞成長沙街 又搞成這個什麼 又現在蓋地方法院 法院有那麼重要嗎 一定要非在這裡不可嗎 所以我個人的前進 我當然人為原輕 如果我是市長的話我就抗爭 不要你來 把他趕出 因為從台北市的發展觀點 這個是博外特區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全世界文明的國家都是在中心區減量 你現在還在搞一個這個大樓 還是不夠用 還是在搞什麼 真的是很糟糕 這個 花花老師 不過今天最傷心的一件事情 我們局長要走了 現在聽說已經核准了 市長剛剛我收到一個示訊 所以要走了 這個人生八苦 我想愛別禮 人事更正走 這最傷心的一件事情 這個大概是都是很不好 所以我們委員會會來說 真的很傷心 不過今天我們局長沒有來 我們相處都是有感情 不過今天這個不談這個 市人事情 今天談這個案子 因為既然市政府已經好像是說 已經兵臨沉下 好像是這樣 當然能夠把它保存這個遺址 不過現在剛剛提這個案子 它是有三個選擇 一個是古蹟 或者是利劍 或者互聯會把它擴大 它的古蹟範圍 變成是三個選擇 我們今天好像討論的重點 是在這個地方 好的 是這樣 謝謝 如果以這個文資身分的保存 它的重要性來講的話 我是覺得我們現在這個名稱 是不是應該把這個老資格的 要放前面會比較恰當 我個人提供這樣 好 來 提供一下 謝謝 老資格的放在這個名稱的前面 我想大家應該都同意 對 謝謝 跟互聯會沒有關係 互聯會是光顧以後 等另外一個 跟那個 跟清代儀構比較有關係 它的功能是跟那個蘇宴跟那個清朝的儀構比較有關係 跟互聯會功能上毫無關係 互聯會是後來為了訪問大陸 我剛才講故人在那裡設 他把這個蘇宴街改了 不能變成長沙街 懷念福南 那這個 真的是 我是覺得總統 還是要跟清朝的儀構這樣 互聯會功能上沒有關係 那也不是因為互聯會 所以我告訴你 翻學堂在前 互聯會是之後再奧 互聯會是功能 所以它跟互聯會沒有關係 所以我建議不要跟互聯會關係 互聯會要拿掉 如果這樣提醒可能就是 名稱跟總類它可能就是翻學堂移構 互聯會沒有 那總類就是書院 連其他也沒有 對不對 那大家是不是都看這個意思 等一下意見會不會比較重完成一點 其他委員 請 剛才那個 新老師跟主席的講法我都同意 不過我只是回想一下 我們過去有很多類似的案例 一個是過去是什麼時候 然後後面有一個拖譜 現在是什麼時候 那如果用那樣一個命名的習慣來講 好像互聯會還是可以放在裡面 因為今天對台水市民來講 翻學堂沒有人知道是什麼 所以這部分我想可以討論一下 這個東西是有點不太一樣 是因為現在流傳的建築本身是互聯會 然後翻學堂它是移構 所以這好像是兩個東西喔 不是說它原來是這種建築 原來是翻學堂現在變成復聯會 所以這個跟剛剛講的那個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也有一個可能性是說 它這兩個應該是分開的 當然也與它的那個保存範圍是同樣 可是它的那個名稱好像合在一起 其實是會讓大家搞不清楚的 如果把它掛到現在是 它並不是翻學堂現在變成復聯會 翻學堂它現在是只有那個移構 它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你看原來那個翻學堂的位置是斜斜的 然後現在對 它原來是這樣 然後今天那個建築是完全是另外後來蓋的建築 所以因為翻學堂的建築是不在 它是剩下以前那個基礎而已 所以這兩個東西 好像不要把它搞在一起不要 它是不同的建築